真的很希望他們會吃喔 如果真的又不吃我會很挫敗喔 我看到你這樣有安心 應該想要準備這個料理 我什麼異常的感動 貓不吃魚 貓不一定是魚的 嗨喲喲你好我是彤彤 嗨大家好我是Cody 是一年一次我們要煮飯了 去年我們一起煮飯就是過年 對啊我們就年壽了 一年出來一次了 所以兩隻年壽今年就要來煮年菜給貓咪吃 對今天帶買三隻年壽 應該很多人都還不知道 我們工作室這邊有三隻貓 那這三隻貓其實跟著我們蠻長一段時間的 一直到最近我們才決定說 給他們開一個新的頻道 然後記錄一下他們在工作室的日常生活 這支影片對我們來講算是一支挑戰影片 大家應該都知道我本身是一個 就是很會煮菜 然後 睡覺廚房 睡覺好聽堂的男人 你知道為什麼會把嗎 你知道為什麼會把嗎 我有說耶 等一下你為什麼拿一個絲果彈下去 然後List for You就是一個 每天講自己煮菜很好吃 每天講自己很厲害料理 但其實 世界上每次弄出來的都是黑漢料理 只有我這種非常好的朋友 才會把它吃完 我的頻道是有多少煮飯的影片 可是他們不懂你到底煮到多難吃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挑戰 做年菜 點貓咪吃 那今天這兩個師傅都是從好味小姐那裡來的 然後好味小姐就是台灣的一位非常著名的貓咪料理專家 還沒有看過她的影片的話可以去看一看 好味小姐的影片有一種很zen的那種感覺 但你會覺得 哇 好療癒喔 對 好想要馬上煮一道給這個貓吃出來之後 自己沒有就跟人家 等一下評分放話當然很簡單啦 就是要看貓咪比較喜歡哪一個人的啦 評分的影片就會在貓咪的頻道 就這個 亞非和兩個太監 如果你還沒subscribe的話呢 等一下可以去subscribe啦 今天的貓咪料理呢 有兩個食譜 第一個叫做黃金小獅子 第二個是貓好彩虹 所以呢我們就要來撿到石頭布 贏的人呢就捲一個來做 你要貓好彩虹還是黃金小獅子 我要黃金小獅子 所以我就要做貓好彩虹了 首先我先讓你們看一下貓好彩虹長什麼樣子 還有黃金小獅子長什麼樣子 Lucky我要煮年菜給你吃了 Money 你三連一下可以嗎 你講真的 等一下 我讓你給一點點啦 看在我平時對你這樣好的分上是不是 來來來來 走飯走飯 我跟你講我去年煮的夠好看 我今天就算煮給貓都好 我一定要增進我自己的廚藝 不然我給你這樣看 別人每次講我不喜歡煮東西 對啊煮要美喔 擺盤也要美 擺盤一定美啊 你為什麼覺得你自己有藝術器 等一下用哪一把刀 這麼大天的這個雞肉 其實我自己也想吃耶 剩下的你就可以吃啦 就自己的會放調味料 然後貓能活活的就會 放就好 我發現我真的是不會的喔 等一下你現在終於發現了 我真的是很差喔 其實我沒有辦法打開喔 應該要煮多大的分量耶 你現在要做成一顆球先啊 你現在只要貓能吃的特殊有多少 反正這個東西喔 你做了它吃過了你就自己吃啦 我忘記講了我的步驟 我這裡的情況第一個步驟當然就是先把這個肉 然後剁碎碎先 剁碎碎了過後再把它捏成一個肉球 我在做那個蘿蔔碗 我有一次是最真是最難過就是 我人生第一次想要蒸魚給貓吃 然後你知道嗎 我蒸了之後還去買谷啊 他們不領情 那一刻我真的覺得我人生很高 那你之後有沒有去好好的了解一下 為什麼他們會不領情 他們不吃魚 貓不吃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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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如果不習慣吃魚的話 他就可能不想要吃 所以我到底要做幾例耶 每次貓兩例 我覺得你把他們想像成 他真的會吃啦 你哪裡先才是一個重點 所以我現在把牛肉切塊 就是切成小塊 OK 我已經把這個肉切碎了 所以它是雞肉跟牛肉要摻在一起嗎 接下來吃到我最怕的時間就是 我不會料理蝦 妳是連拔蝦都不會 妳就是不會料理蝦 就是我不知道怎樣拔那個蝦 妳是平時 妳給我一個生的蝦 上家圖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我們出門在外面吃海鮮的時候 她是不敢碰蝦 她是不敢啊 她是不拔蝦的 我覺得妳是懶得拔蝦 可是現在它是生的 我真的不懂要怎樣擺 我很有程度感 我的生第一次 要弄生的蝦 真的很希望他們會吃我 如果真的又不吃我會換錯飯 我看到你這樣有愛心 應該想要準備這個料理 有什麼異常的感覺 吃不吃 我自己也是被我自己感動到 可以不要講到好像我平時沒有愛心這樣嗎 不啦妳煮飯咧 然後這樣有愛心應該煮你 我平時只是很少煮東西 我很少去做料理 那不代表我沒有愛心 我沒有講你沒有愛心 我就是帶著愛去做料理這件事情很合適 我講這樣我很android在做料理 會不會以後youtube做了我就當著不吃了 不出吃 而且我燒烤又這樣厲害 這樣演的確的 因為我真的是煮什麼都不點 但是燒烤還真的是很好 所以我叫我自己BBQ King 我們叫你Satay Man嗎 我覺得是有關係的咧 因為我中學那時候時常更配有燒烤 好療癒喔真的 我現在這樣子在手上面捏著這個 好像湯圓的肉丸的時候 就是我覺得你可以做多一顆給自己吃看 我可以感受到等一下 那可以把你吃下去的那個幸福的表情 接下來就是要把這個蘿蔔環放好 然後就把牛肉放在蘿蔔環中間 然後就再放一隻蝦去上面 然後suppose it 好蓋起來 這樣我就拿 就把一個美的蘿蔔蓋上去 啊哈哈哈哈 我再把兩個蝦 因為它沒有三隻貓 所以我就放多兩隻蝦 在旁邊 登登 ok然後我就可以拿去蒸了 所以我現在就把它放進一個碗 因為這個鍋太小了 先蒸等一下再拿出來 其實我剛剛忘記放橄欖油 就我現在拿一個杯然後把肉 就是我已經捏好的肉丸放進去 然後加一點橄欖油 真的是一點喔 然後攪拌 我攪拌好了之後我再把它捏過 我現在來把它 我是不是做太少粒了 少粒才好 不然還滿粗的 ok 這個什麼啊 我今天都要煮耶 所以我沒有戳 哎呀沒有戳的啦就是這樣 蛤 你是不是先要蒸鮮呢 你就一直不煮它 然後它要什麼時候才開始 okokok這樣煮它 下鍋啦 很快滾了 然後你就可以吃南瓜了 馬上菜沒有入根了 應該差不多啊 貓會吃南瓜嗎 可以再蒸了一分鐘 貓會吃南瓜嗎 不知道喔 有些貓吃有些到不吃 我也不知道貓會吃多少 比較好了嗎 ok 應該好了 應該好了 小心 小心 可以嗎 ok 哇 很香耶 那個香好香喔 滾了 我現在要把它慢慢拿出來 是背筒的聲音喔 是背筒的聲音喔 很燙 哇有油漬喔 很奇怪啦 那個肉的長相 是牛的那個 那個豬牛的那個油 還有牛的雞的肉 正常嗎 正常 我剛才蒸那個牛肉喔 還有蝦喔 還有自己漬出來啊 是蒸的才嗎 好香喔 接下來我們要來處理 有蝦 還有白蘿蔔的味道 接下來我們要來處理這個 香菜 我覺得差不多啊 來我們起鍋唄 其實麥香不是最重要的 我們吃東西最重要的是那個東西 好吃 然後味道有出來 那麥香長什麼樣子 其實沒有關係的 因為你吃的時候好吃到你會閉著眼睛 你閉著眼睛 你管麥香來幹嘛 沒有必要管麥香嗎 這件是我們的料理 這就是我稱呼它為 南瓜肉丸 我其實不想用甘甘的原名 因為我覺得我好像在侮辱甘甘的原名 對 所以我還是自己把它取一個新的名字 所以我這個叫做 鮮蝦牛肉好彩頭 我們現在要去給我們的三位大大去試吃 我不知道好味小姐看到這支影片 看到我們把它的料理做成這樣 然後會有什麼反應 好味小姐 真的看到的話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們會努力的 我們要去給他們試吃了 所以想要看到貓咪試吃的影片的話 可以點這邊 去找這個鴨肺和兩個太監的這個channel 然後去看他們試吃的影片 還有記得要subscribe 如果還沒subscribe我訂閱我的頻道 也可以subscribe 還沒subscribe我的頻道 記得subscribe ok 這樣做嗎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啦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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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